昨天一家广告公司对当今政坛的几位政治巨头的面子书用户的活跃度做了一个调查 那509选前选后的这个对比 首相马哈迪的网络人气惨跌百分之百 而最近成功掀起马鲁阿波波斯库热潮的前首相纳吉 则是人气翻倍排名全马第一 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网红 好了 那个是网络世界红 然而网络人气真的能够化为票箱成绩吗 雪中世贸越补选已经掀起战漫 那今天纳吉旋风市到访世贸越的马来选区为国阵候选人助阵的 而八点最热报记者梁宝仪 吴启军 梁德耀呢 今天就跟着纳吉的脚步实地追踪这股波斯库风潮 看看它到底有多热 雪中世贸越终一席补选的战鼓已经敲响 那原本平日是相当平静的马来乡间小鹿 今天却挤满了人潮 因为波斯库要来陪他们吃早餐 如果你还不知道波斯库是谁 那你就太傲了 你看这些高高们完全就是为波斯库而疯狂 波斯库 波斯库 干杯 走入波斯库 波斯库 点了杯 迪达瑞和罗迪扎奈 坐下来和选民吃最节地气的早餐 但是你看连吃个早餐都这么多人围观 还有这么多嘎嘎抢着要拍照 而波斯库是有求必应 就算可能会闪动摇 也要跟马吉合照 只是这一顿早餐 每吃几口就要被粉丝打扰 搞得大哥们都在喊 好不容易吞完早餐之后 纳吉马上换上了他抢眼的 波斯库造型T恤 在闪亮登场 当然一定要再配合这 朗朗上口的标志性Slogan 509被推翻的纳吉一点都不马路 撕下了前首相大级的沉重标签 他现在叫波斯库 看见自己这么受欢迎 波斯库说他也感到很意外 是的脱下西装 没有夫人罗斯马随行的波斯库 好像非常受欢迎 然而当记者追问波斯库 公正党的老二阿兹敏挑战你 有本事就带着你家夫人罗斯马 一起出来啊 那时他马上反击 波斯库完美一季回马腔 说阿兹敏的老婆才 有各种精彩的故事呢 让大家是孝道fan 波斯库不只陪大家吃早餐 还陪大家逛巴沙 那记者在现场的感受就是 波斯库反走过都水泄不通 巴沙里的巴赤马赤都抢着要合照 波斯库走两步就拍一张 走一步就拍两张 还有你看这位马赤 看见偶像站在面前 是激动的 还有要掳获选民的心 波斯库走巴沙真的就像大老板一样 五十块买几块贵 不用找钱 大分啦 我是波斯库 剩下的给你当tips 那波斯库出场 除了限量版的周边商品和战车之外 当然还要买一首主题曲 rap给你听 粉丝的手还用一起举起来 你说像不像巨星演唱会 本身讲完又战身上的特别在送他们的专车 跟着波斯库往下一站助阵了 然而在一种云云马赤这里头 记者突然看见有位华裔选民跟波斯库合照的身影 当然要冲过去追问 我刚看到你跟波斯库拍照 没有 他叫我过去 真的吗 不让我去在这边拍 让他的组织叫我过去跟他拍 原来是波斯库的公关团队叫过去拍照的 明白啦 以波斯库的亲民形象重新包装自己 纳吉非常入戏也全情投入 然而这股波斯库风潮 真的代表纳吉已经成功挽回明星了吗 还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网络潮流现象 在临时舞台做完秀之后 波斯库是不是最终得做回纳吉 回去面对他的法庭案件呢 或许时间到了 大家就会看到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